怎么说呢 大夫说恢复得不错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过来 阿姨 您快坐吧 放心吧 冒醒 你最近挺好的吧 挺好的 我自从换了工作 休息的时间多多了 也能好好陪陪爸爸了 好 这就好 这也了却了你一个大的心事 沈凡啊 我知道你和五峰闹点矛盾 别理他 他就是那倔脾气 认准那事情啊 谁劝的都不听 我跟他没什么矛盾 挺好的 你看看 我就知道嘛 你不会跟五峰一般见识的 有时间 凑合空 到家里坐坐呗 我给你做好吃的 阿姨 我和五峰不是您想的那样 现在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其实 不用说了 我知道 阿姨心里明白 做个普通朋友也挺好的 也是我们家五峰啊 没见过福气 沈凡啊 我们家五峰啊 脾气倔 死脑筋 认准了当刑警 就在手机里 任何人都被想让他张开这张嘴 你知道吗 我们家五峰办这个案子 办到最后 查出来的竟然是福海 那可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啊 看在这个份上 你就别和他计较了 没事了 阿姨 不会吧 竟然是丁大哥 是啊 要不是前两天 我去了福海餐厅 发现被封了 我估计 他到现在都不会跟我说 我知道 你和五峰没这个缘分 就当是朋友 你也要帮助阿姨 好好地劝劝他 阿姨 您就放心吧 我已经向一些地区派出所 还有小旅馆 和一些出租屋 发放了照片 这两天登的消息 古代 回来了 今天上午那个 枪击案是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大事 是一家厂子 丢了一个野心设备 然后呢 他的工人呢 就怀疑是厂长 把这个设备给卖了 结果把这厂长逼急了 开的是仿真枪 没有造成人员伤害 所以我就把这案子 交给他们管辖派出所处理的 24号 你好 蓝建兵 好 很高兴认识你 因为你打破了我以往 对画家和艺术家的 一些浅薄的认识 我觉得你 你还 我回来了 妈 你吃了吗 我还没吃饭呢 今天我去见了一个人 没空做法 谁啊 就见你这个傻小子 抓不住了这个人 抓不住 我早就跟你说了 让你送点戏 你就不听我的 您杀完现在 有新男朋友了 我觉得画画倒是不一定会影响 但是会直接影响到 他们的感情生活 是吗 这小子的感情生活 不够疯狂 这回让你死去了吧 妈 你见谁也不能不吃饭呢 想吃饭是吧 我跟你说呀 你王阿姨办公室 新来一个大学生 人长得干净又精神 你王阿姨啊 还让我坐这儿去看了一看 要不 我跟你们俩约个约 除了吃了饭什么的 这哪跟哪啊 您赚得也太快了 相信啊 我可不去 你去不去 不去 不去啊 没饭吃 饿子吧 你吓到他了 太羞了 我也太羞了 太羞了 妈咪你好 我也是来自深圳的 你好 然后我觉得你画的画特好 然后你可以留意一下我 那我去 正好啊 我也可以伺候伺候您 你会做饭吗 妈 鸡蛋在哪儿呢 在冰箱第三个哥儿 妈 这盐什么时候放啊 盐放在鸡蛋里搅拌 妈 这大米在哪儿呢 在微波炉下面 橱柜里 妈 没有啊 哎呀 让你做顿饭呢 比我自己干得累 你说说你啊 这个家好像不是你家似的 什么东西放哪儿都不知道 你说我要老了 你怎么办呢 又不会做饭 整天忙着工作 还不赶紧找个媳妇 让我好下岗 让我好放心 行了行了 出去戳出去 出去戳戳 什么都不会做 还想娶媳妇呢 找不着拉倒呗 您好 吴峰 明天我们能见个面吗 好啊 那就在你们警队附近的咖啡馆吧 我去找你 好 明天见 峰啊 谁的电话 刷烦吗 妈 什么事都少不了您 您赶紧做饭吧 我都饿坏了 你呀你呀 你呀 啥 你赶紧做饭吧 又能证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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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是回避 越表明你心虚 你知道吗 五方的妈妈 因为你的这些事情 造了很大的打击 五方她就更 相信我不说 你也应该明白 我们现在所有人 都在到处找小雨 连小毛她也很着急 四处托朋友 到处打听 为什么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安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呢 如果是还好 如果是我的孩子被抓 如果是我的孩子被抓 就算撞撞 他不是我亲生的 我也不可能 像你这样 心平气和地坐在这 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本去输了 所以我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不过我相信你们 海哥 你放心 我们一定能让小雨 平平安安地回来 麻烦你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小女孩 有什么线索的话 及时通知我 走 咱们去下一家 这都几点了 要不咱先吃饭呢 也行 反正前面有两个小房管 走吧 这手没事吧 没事 快拆线了 走 什么时候拆线 接两天 不是 你说你啊 明知道我手坏了 你就不会点碗粥喝 还点面瓢 你这药饭还嫌饭馊啊 我赶紧吃吧你 我说 你跟苏梦怎样呢 我说老大 您这说一问题之前能做点铺垫吗 这还有什么铺垫啊 人家苏梦都快走啦 你还没表面看呢 这话 我怎么说啊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平时不跟我挺能说的 那能也一样吗 那怎么不一样呢 你就说 你喜不喜欢苏梦啊 这还有个味 你觉着呢 你看啊 你手坏了这段时间 这苏梦 对你也不错 你听我的 你俩真有戏 人家就差那个 捅不过这窗户这儿了 你怎么了 我吧 我觉着我没机会啊 你手是不是快好了 该拆线了 那苏梦有没有什么表示啊 拿陪我去拆线 这还没机会 我就说你天天只知道沙泡 你还不相信 那这不是机会啊 我去拆线了 怎么样了 成功了吗 还差一点 怎么还差一点 这都多长时间了 你急什么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 这东西 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完成得了的 那么容易的话 你随便找个人就可以了 干嘛找我呀 我就是问问 好说好商量嘛 那您先忙着 那您先忙着 喂 顺天 那您先忙着 去哪儿啊 好的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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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